紅媽媽帶著一大家子木屋 頂上四處亂竄 跳進樹叢西系 井林一旁是遊客住住的 日月潭七年活動中心小木屋 遊客一早不是被機迷聲叫起 而是被突如其來 拍窗敲門的碰碰聲響下行 遊客來度假住宿休息 無端被打擾 探頭查看才知道猴子軍團 親門踏戶到屋頂前庭玩耍 有時候會跳到木屋的屋頂上 那造成巨大的聲響 所以會造成住在裡面的客戶 心理上的這個恐懼 政策活動中心 都是猴家族的遊戲場 像在跟人玩躲貓貓 遇到工作人員 立刻消失的無影無蹤 梅子已經開始成熟了 所以在家中心中心 所以猴子就會來採摘相關的果實 工作人員說五年前 猴家族從水射大山下來 大約有七八隻 平日住宿客少 他們會四處活動 而月潭猴群猖狂 與人爭搶地盤 甚至從步道橫行到遊艇處 日館處只能一而再 再而三提醒遊客別餵時 連對到眼都不行 才能避免人猴衝突 三連新聞 吳庫女 陳怡姐 南投報導